如果把身体比作一台机器,腿就是提供动力的马达。 马达不灵了,机器便会老化,运转不良。 人老后,不怕头发变白,皮肤松弛,怕的就是腿脚不灵便。 在美国预防杂志总结的长寿迹象中,腿部肌肉有力赫然在列。 生活中也不难发现,长寿老人几乎都步履稳健,行走如飞。 因此,养好双腿可以使活过百岁的可能性大大提高。 一,全身压力都在腿。 双腿就像人体的承重强,很少有人知道, 一个人50%的骨骼和肌肉都在两条腿上。 人一生中70%的活动和能量消耗都要由腿来完成。 人体最大、最结实的关节和骨头也在其中。 人年轻时,大腿骨可以支撑起一辆小轿车, 膝盖则能承受九倍于体重的压力。 腿部肌肉也经常与大地的引力进行搏斗,保持紧张状态。 所以说,坚实的骨骼,强壮的肌肉,灵活的关节, 形成了一个铁三角,承受人体最主要的重量。 卫健委老年医学研究所原所长高芳坤教授认为, 双腿还是身体的交通枢纽。 两条腿有人提50%的神经, 50%的血管,流淌着50%的血液, 是连接身体的大循环组织。 只有双腿健康,经络传导才畅通, 气血才能顺利送往各个器官, 特别是心脏和消化系统, 可以说是腿部肌肉强劲的人, 必然有一颗强有力的心脏。 美国科学家认为, 从走路便可判断人的健康状况。 如果一个70至79岁的老人, 一次可步行约400米, 就说明其健康情况至少能让他多活六年。 老人每次走的距离越长, 速度越快, 走得越轻松, 那么他的寿命就越长, 因为摔老是从腿开始的。 二,摔老从腿开始。 俗话说, 树老根先枯, 人老腿先摔。 人老后, 腿部和大脑间指令的准确性 和传导速度都有所下降, 不像年轻时那么默契。 中医科学院研究所 陪惠博士解释说, 从出生到离世, 腿每时每刻都在工作, 如果不注意保护, 自然就年久失修了。 美国政府老年问题专家 夏克医师表示, 从20岁开始, 如果不积极运动, 每10年可能丧失5%的肌肉组织。 同时, 骨骼中有钢筋支撑的钙 也会逐渐流失。 人的骨关节, 特别是髋关节和膝关节 会出现问题, 比如容易摔倒骨折。 老人骨折容易导致 骨骨头坏死, 长期卧床, 继而引起入疮, 尿路结石等并发症, 甚至诱发脑血栓。 有15%的病人, 甚至会在骨折一年内死亡。 因此, 当腿部发生以下情况时, 就要警惕是不是腿出现了问题。 3. 腿部衰老的报警信号 1. 腿脚没有原先灵变 这是衰老的最早特征。 40岁后, 很多人感到腿脚不灵活, 稍微多走点路, 就像腿上灌满签, 发酸发胀, 上楼梯也越来越费劲, 没爬几层就气喘吁吁。 2. 做点事就腰酸腿疼。 特别是中年女性, 只要站的时间一长, 就会觉得腰酸腿痛, 咳嗽时, 腿还会出现放射性疼痛。 如果小腿肚出现压痛, 更要注意, 说明腿部已经开始罢工了。 3. 走路变慢 不知不觉中, 步速越来越慢, 偶尔走快点, 会觉得腿脚不听使唤, 过后还会连续酸痛好多天, 甚至出现肌肉萎缩的情况。 4. 双腿一侧发凉 即使夏天, 也总感到小腿肚凉嗖嗖的, 有时还觉得从臀部开始, 到脚后跟, 中间一条线都凉凉的, 这可能是血液循环不畅造成的, 也可能是和腰椎肩盘病变有关。 5. 抽筋次数增多 如果不是在运动后, 因为受粮而抽筋, 那就要注意了, 这可能是骨质疏松的表现。 有些人还会出现足根疼痛, 也必须引起注意。 6. 肿胀 血液循环不好会导致腿胀, 同时, 这也是心脑血管病或肾脏疾病患者常有的症状。 7. 静脉曲张 女性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20岁后就可能发生。 一旦腿上的血管突然非常清晰, 弯弯曲曲, 像蛇一样, 说明腿部血管出现了老损。 8. 宽膝关节疼痛 几乎所有关节都会随着年纪增大而变得脆弱, 特别是宽膝这两处关节。 如果发现自己在下楼梯, 蹲下或跳跃时出现不适, 甚至腿部有摩擦, 磨损,卡住动不了的感觉, 说明关节已经急需保护了。 因此, 为了避免上述情况的出现, 给身体造成伤害, 我们要做的就是减缓衰老的速度。 4. 这样做能减缓衰老 虽然人到中年后, 腿会慢慢衰老, 但仰腿是一辈子的事。 从二十多岁开始, 就要注意保护, 特别是现在的开车一组, 以车带不惯了, 腿部力量通常比常人差, 只有养好腿才能阻止衰老提前到来。 1. 注意保暖 穿宽松的裤子, 促进血液循环, 千万别让腿部受凉。 平时常用热水泡泡脚, 使气血能顺利到达人的上身, 维持机体平衡。 同时老年人要穿宽松的裤子和鞋, 鞋跟两到三公分比较合适。 此外, 临睡前拿个小枕头垫垫腿, 也能促进血液通畅。 2. 多晒太阳 晒太阳不仅有利于保暖, 还可以促进体内维生素D的形成, 避免双腿盖流失, 有效防止骨质疏松。 3. 要多运动 生命在于运动。 多运动, 腿部得到锻炼, 会变得更加结实。 但锻炼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行的, 还要注意腿部保护, 例如做做羊腿的保健操。 5. 羊腿保健 一套从上到下的羊腿保健操, 快来跟着学吧。 1. 宽布 每天坚持背部靠墙站立, 脚慢慢往前走, 然后再退回, 保持一个平稳状态。 此时背的下部要始终紧贴墙壁。 2. 膝盖 双膝并拢, 屈膝微微下蹲, 双手置于膝盖上, 先顺时针方向旋转30次, 再逆时针旋转30次。 扭完双膝后, 再随意活动一下肢体。 3. 腿部 老年人可以选择慢跑, 游泳, 打太极等有氧运动。 最好每天能坚持健走45分钟。 中医医院老年病中心刘征堂教授建议, 可以长柔柔柔腿肚, 弯腰或是坐着让双腿下垂。 用双手同时轻轻拍打双腿, 由上至下反复拍打数遍。 再用双手握拳, 再用双手握拳, 再用双手握拳至于双大腿和腿肚处。 旋转揉动数十次。 4. 脚踝 多颠颠脚后跟, 建议抬起脚后跟, 再绷紧腿, 每次保持5至10秒。 5. 脚趾 双腿伸直, 低头, 身体向前弯。 以两手扳足指关节各20至30次, 能锻炼脚力, 防止腿足软弱无力。 除此之外, 还有几个妙招能帮助我们拥有更好。 老的双腿。 6. 人老腿不老的七个绝招 常言道, 人老腿先衰, 那么怎样锻炼才能使人老腿不老呢? 以下七招不妨一试。 1. 干洗腿 用双手紧抱一侧大腿, 稍用力从大腿向下按摩, 一直到足踝, 然后再从踝部按摩至大腿根。 用同样的方法按摩另一条腿, 重复10到20遍, 这样可使关节灵活, 腿肌与步行能力增强, 预防下肢静脉曲张, 水肿, 以及肌肉萎缩等。 2. 揉腿肚 用两手掌夹住腿肚, 旋转揉动, 每侧揉动20至30次为一节, 共做6节。 此法能疏通血脉, 增强腿的力量。 3. 甩小腿 一手扶墙或扶树, 先向前甩小腿, 使脚尖向前向上翘起, 然后向后甩动, 一次甩80至100次为一。 此法可预防下肢萎缩, 软弱无力或麻小, 小腿抽筋挡症。 4. 揉双膝 两足平行并拢, 屈膝微下蹲, 双手放在膝盖上, 顺时针方向揉动数十次, 然后逆时针方向揉动数十次。 此法能疏通血脉, 致下肢无力, 膝关节疼痛。 5. 搬足趾 端坐, 两腿伸直, 低头, 身体向前弯, 用双手搬足趾二十至三十次, 此法能强腰腿, 增脚力。 6. 搓脚心 双手掌搓热, 然后用手掌搓脚心, 各一百次。 此法具有降虚火, 疏干明目之功效, 可以防止高血压, 眩晕, 耳鸣, 失眠等症。 7. 暖双足 暖足就是要经常保持双足温暖, 每晚用热水泡脚, 能使全身血脉流通。 上面介绍的七个锻炼腿脚的方法, 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 搓脚心, 搬足趾, 这些简单的锻炼方式都能够帮助我们锻炼腿脚, 保护膝盖等等。 当然, 要想身体好, 就要注意选择各种正规的锻炼方法, 效果非常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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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